为了家庭中华警校对电动车里用发生灰载事故会不会好软 和美技小众队讨介入标用台会时 关键真的不会灰载 技小众队表示电动车的灰载 虽然电动车越来越多有经过的苦适 为了做好将来独立这位灰载打灰速度 众队决定买真的几十万块的灰载 给警校使用 和美技小众队基盘只有建技小标用台会 并且关键中华官小峰局和美分队真的会灰烫 小峰局局长也会前感谢赠 中华小峰局第一大队大队长表示 中华官小峰局之前买真的会灰烫 由中华分队使用 更加上这些油技小关键 让和美分队的就有两粒 这些灰烫可以从一般的轎车车行全部被灰烫 每一粒等两个130公斤 减过这些 较是可以油耗做架空气 将会快速打赫花 武团长的带有之下 我们所有顾问团在过去对我们消防单位 一些救灾的装备清裁 签证很多 特别今天又签证了一个电动车的灭火塔 我想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是未有筹谋 先准备起来 有备无患 希望不要用到 我刚才说过了 看会可以在我们荷米宁 近来生命第二大队 第二分队 我们荷米宁的 变清的府的 你们能看到一分队而已 是报告的 希望 还会可以在我们生命第二分队 我们在这边这家的保障 是期间来到村 还是在这边这家家庭 要来聚集都可以安全如意 和美纪小众对护重队中协民节表现 电动车越来越多 这些车量的动力是锂电池 这种电池如果是去弄到 锂车有出保护车可以上升的 起火的机会就非常高 如果烧得很快也会烧得很久 自从前一家电动车火转在国家发生了 全世界的小风铃园都想办法 要坐电相关的打火烘烧 不然为它最方便的就是组织空气 被灰烧是最好的方案 河美纵队 河美纵队 国务参会联盟 我们让这种地做一个防火堂 捐赠活动 这个捐赠活动今天就由来 是因为我们中地的蔡宜辰 换了五天 我们现在电动车 在我们大家使用的体力越来越高 然后使用电动车不小心起火 在这个机会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打火烘烧 都用很多时间用水来降温 这个时间很短 我们总统长有一个很好的事物 就是说 我们来天国这个面火堂 把我们打火烘烧 在到较好的安全 然后在到较烧烧的效率来看看 我们的空气没有办法再持续的交流 而耗烧的效率一直来提升 和耗烧下去安全也再提升 政府主委由约 民力无供 为了大家的死命的资产安全 以小众对筋略性为竟小的厚顿 也在台平中可以得到注意 自己和自己和环境的安全 这样大家都可以安心过日子 新众华新闻里面 红河美 彩虹博德 那我们去那边